为了讨伐董卓 各地的诸侯都响应了曹操发布的榜文聚集起来 为了天下百姓 必须讨伐蔑氏汉氏 转横跋扈的逆贼董卓 在曹操的推举下 袁绍就任了联合军的盟主 我还以为盟主之位 非你这个发起人莫属呢 原响大人是四世三宫的名门 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做盟主了 哦 这样啊 正义在我们这一方 各位冲啊 就这样 樊董卓联合军举兵了 他们势不可挡地攻向了四水关 就这样